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翘 今天小翘来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工厂 大家一定不知道里面是做什么的 里面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走进去看看 你们看,这个是上下两层,非常的大 里面的设备非常的齐全 我们走进去看看 哇塞,非常的多 你们看,全部都是菇 里面非常的暖和 大家有见过在工厂里养这么多菇的吗? 我第一次看到菇长在这个工厂里 是用这样的方式种植的 这位就是养殖这个菇的负责人 我们问一下他们几个问题 老板,这个菇是叫什么菇呀? 这个菇学名叫大贝逊 大家现在通俗的讲叫蛛毒菇 蛛毒菇 是的 它这个是靠什么身上呢? 它主要 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环境 这上面有温度,水分 空气,二氧化碳 这四个主要因素 现在这么短货,现在几度呀? 现在有二十六度左右 二十六度,我说呢好短货呀 是的 这个每天的产值有多少呀? 每天在一吨两千斤左右 一天两千斤左右 那卖到什么价格呢? 现在 现在 主要批发零售价在二十块左右 哦,二十块钱左右 对 现在主要销往北京,上海,杭州,长沙等地区 比较多 哦,还是比较广哦 对 那一年有多少产值啊? 一年产值在一千四百万左右 哇,一千四百多万呢 但是这个设备也非常的高级 是的,里面这个设备投资比较大 设备投资比较大 设备投资大哦 一年四季行,我们有空调 整体上面空调 哦,都有的 所以这个故意要卖这个价格的 是 什么,哪里 那这个粉啊呢 这个粉,一粒一粒的粉 那些毛样的东西 哦哦 这包子粉,翻到这个页面上面来 就成熟了 哦,这个粉翻到上面 对,每个都有粉 哦,就可以采摘了 哦,就可以采摘了 采摘了一颗 一颗,比如它这颗 这么多颗 如果就这颗成熟了 比较成熟 这颗 那你其他不要弄它 你一选 一选它就下来 单根采摘了 在这些没成熟的 你不要伤到它 才会会大 哦,单根采摘 那刚刚那个拿 为什么全部拿出去啊 这成熟了 它每个每个成熟 它就采出去了 那这个你呢 你爸呢 这个不要了 这个是周期到了呀 周期到 换包了,这个包不要了 哦,这样子啊 五个月 五个月上去结束 它就不要了 没营养了嘛 哦,五个月它就这个包 就不要了 哇,你看 这一朵好大 应该这朵已经成熟了 这样拽一下 哇 哇,好大的菇呀 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叫猪肚菇吗 不是它的外形像猪肚 而是它的口感吃起来非常像猪肚 特别的滑 特别的脆 非常的嫩 哇,刚刚走进去看了一下 真的非常的热 现在种 现在种 都是风产化种植了 你们看 这里一路走过来 一排排过来 全部都是冻菇的厂房 哇,这里面就好冷呀 你们看 这边就是猪肚菇的包装车间了 每一组猪肚菇都是用这个盖子包装 都是用秤称过的 非常的规范化 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个是用来卖的 但是卖的它全部把这个根部全部切掉了 只留下了最嫩的一部分 你们有吃过猪肚菇吗 真的非常的鲜脆嫩滑 推荐给大家 好吃